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呀 之前我已经出了一期 史上最垃圾的BENX游戏了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他的后续 那我们接着上一期的故事 继续下去 上期说到 田小黄解锁的快闪之星 如虎添翼 跑出速度也是快了好几倍 然而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这天 打工仔田小黄跟往常一样 还是在 跑出打怪做任务 跑出打怪做任务 要我说 田小班拿着快闪之星去跑外卖 找发家致富咯 然后终于 田小黄在某个喷泉的旁边 看到了他日式夜响的骇尸 然后就跟着他来了场 说走就走的爱情长跑 骇尸在天上飞 田小黄在地上跑 可能这就是双向奔赴吧 甚至骇尸觉得自己太好追了 搞了手欲擒故纵 还给田小黄增加难度了 但是真正的爱情 怎么可能是这点小戳格 就能阻碍得了的呢 最后 田小黄还是追上了骇尸 但是骇尸 却躲起来了 留下了一份情书 留下了一份名单 然后拿到名单后 又出现了一个传送门 在这里田小黄解锁了 闪电石头人 闪电石头人已充满电 准备给骇尸电 等一下 这是可以说的吗 闪电石头人就厉害了 不仅会飞沿走壁 前提是有这些灯 还可以把飞在天上的小怪 拉过来一顿毒打 还会充电 然后变成ban4的田小黄 这天居然在用快闪之星 给人投地报纸 这也太是那个啦 工具人实锤了 然后送完报纸 我们又遇到了情人骇尸 然后我们追 骇尸跑 我们追 骇尸跑 最后骇尸跑进了刚刚的喷泉里 然后田小黄说 骇尸 你这车跑不掉了 骇尸反手嘲讽到 即便你有你那些傻傻的外星骇客 你也抓不到我 我靠 这波就是我能忍 我的外星骇客们也忍不了啊 是吧你们 话是这么说 别装X啦 他都跑了 什么 留下一个传送门 然后田小黄毫不犹豫的就进去了 嘴里还不停的嚷嚷着 哼哼哼 又能田手心的骇尸 说完就进去了 但是传送门里等着的不是新的外星骇客 而是 而是一只巨大的机械怪 不过也只是看着大只 没两三下就被田小黄打败了 打赢巨型机械怪后 田小黄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就是继续打工 他就这样日复一日 日复一日 有时他就会想 他妈的每天都这么累 跳得得了 但是这天他的小伙伴 Kevin来找他了 并跟他一起打工 可真是两个好市民啊 Kevin也可以变身 跟田小黄类似的外星骇客 技能跟能力是一样的 所以有了Kevin的帮助 因此田小黄也不会觉得那么无聊了 也打消了轻声的念头 两个人一起比谁的速度快 比谁打的怪多 当然也会一起迷路 Kevin仿佛在跟骇尸说 谁他妈才是田小黄的正攻 在Kevin的陪伴下 田小黄终于解锁了第五个外星骇客 拉斯 这里翻译就叫拉斯啊 结果拉斯的作用就是 就是让文勇来攀岩的 哪里的墙上有石头 拉斯就可以跳上去 还可以在木头上表演杂技 这还不算离谱 我巡视拉斯 不是一只老虎吗 然后他还有一个技能是可以闻气味 可以跟着气味找到床子的东西 Kevin直接看不下去了 直接离队了 后面的敌人也是越来越强 道路也是越来越艰险 在五个外星骇客的联合帮助下 终于 田小黄终于解锁了最后一个外星骇客 钻石战神 把钻石战神打在公屏上 钻石战神的作战能力就非常厉害了 可远程 可近战 甚至还可以反弹敌人的攻击 还可以控制钻石在空中盘旋 可太帅了 难怪是最后一个解锁 而既然已经解锁了所有的外星骇客了 那接下来 就是去打罢骇尸了 在我们打赢了骇尸的所有手下后 小文防止我们再像一开始一样 被骇尸夺走所有变身能力 让我们去获得超能守卫 以此来保护小破表 在经历了重重考验后 最后我们也是不负众望 得到了超能守卫 马上就跑去挑战骇尸 这打个骇尸 还挺麻烦的 还得让我们去摧毁三个金拳 然后才能跟骇尸单挑 这拥有了四个水晶的骇尸也没什么厉害的 没过多久就被我们打败了 还说 不可能 我已经掌握了四个水晶的力量 怎么可能被打败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人的问题 靠 这骇尸又趁我说话的时候跑走了 然后我们又变成快闪之星追击骇尸 不对 我为什么要说又 追到骇尸后 骇尸直接把门关上 想在这里跟我田小王 展开最终决战 英雄登场 开哥 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后 最终 邪不胜正 邪不胜正 骇尸倒下了 然后啊 人都倒下了 嘴还他妈是硬的 说什么 我将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强大的魔法师 说完就跑了 这个世界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田小黄也终于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 不用去当志愿者了 在这里 这个游戏的主线剧情就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支线任务和活动任务了 田小班的故事结束了 但是田小黄的故事 依然还要持续下去 说实话这游戏玩得我是真累啊 对我来说真是折磨啊 玩就真的会头晕 如果这期视频给你带来了一丝是快乐的话 你们就给个三连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你个吧 阿米确实 英雄登场 小骑兵 哦烦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 这期视频不多BB好吧 今天来玩一款最经典的Band 10小游戏 Band 10 变身男孩 不会有人没玩过吧 喜欢Band 10应该都玩过 没玩过就是还不够喜欢 如果你玩过请给我点个赞 没玩过给我投个币 游戏的封面是一个小男孩 带着小破表呈现在我们面前 然后我们直接进入游戏 然后就会跟你说每个外星骇客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的出生点是在小破车的旁边 按Z就是变身 怎么变了个轰天雷出来了 按空格 然后轰天雷直接就变成一颗球 滚啊滚啊 滚下了悬崖 你看他多重能力对这一切 Come on the way A B C 然后我们的主角田小班也是有东西的呀 一拳一只老鼠怪 一拳一只老鼠怪 不愧是练习了两年半的少年骇客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只是鼠师有点猥琐哈 我们一共是可以变成四个外星骇客的 火焰人 轰天雷 超能兽 是叫野魔藤吗 还是 不管了 先叫他树藤怪吧 开局我们就是van5 直接就可以让我们体验一波半个田小班的快乐 而且还是可以在变身的过程中随意切换的 每个外星骇客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技能 就比如火焰人 别人看到这岩浆 都得绕着走 这火焰人倒好 直接站在上面开始他的熔江浴了 但是遇到水灰被打成猿形 超能兽可就厉害了 兽如其名 他直接就可以扫出地上藏着的地雷 但是我田小班何许人也 我可不是一般的田小班 是王维斯里的田小班 你没听过王维斯里的田小班 好烦 我可是少年骇客 可不是一般人 过这种地雷区 我只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 如履平地 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 靠 早说灭红天雷可以无伤过啊 然后树藤怪就厉害了 让我直接在树上荡起了鞦韆 好烦耶 然后在我们跋山涉水 经历了种种磨难后 我们来到了一个山洞 随着我们就迎来了第一个boss 巨型老鼠怪 巨型老鼠怪 老鼠神奇宝贝 对不起拿错读件了 巨型老鼠怪 是老鼠怪的精华星 好了 你被他盯上了 在图鉴的帮助下 我也是很快就把巨型老鼠怪给收拾掉了 还掉装备了 哇 阿咪吹死 但是把它收拾掉还不行 我们还得好人做到底 将它带回小破车 然后我还发现了 这游戏有脏东西 你要是一不小心掉到洞穴里 还会关你的灯 没错就是把你的屏幕变黑了 也不知道这是bug 还是增加游戏难度 但是我怕黑啊 把老鼠怪带回小破车后 我们就把老鼠怪变成了原样 后面 还有很多冒险在等着田小斑 关卡也是越来越难 就变得更容易掉到洞穴里了 我都说怕黑了 然后田小斑一路过关斩将 什么火焰蝙蝠怪啊 什么巨型蛤蟆怪啊 都被他轻松化解了 也把他们一一进化了 这里重点表扬火焰人哈 主要的输出都是靠火焰人打的 没有你我们就不会唱歌 然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关 然后这里田小斑找到了董物博士 并跑到他的面前说了一句 谁看呢 这里这句话的意思是 结束了 董物博士 我有你的设备 原来前面打赢BOSS 叫做我的装备是博士的装备啊 我说怎么用不了 然后董物博士回来一句 I have your family 我有你的家人 可恶 家被偷了 你们两个坑货 还说了句 想交易吗 然后重情重义的田小斑 也是没办法 只能把装备给他 然后说 在这里让他们走吧 怎么不念英文了小黄 别骂了我只会那句 然后董物博士当时就反悔了 直接变异了一只霸王龙出来 然后 然后就要跟我们干一架 再然后 再然后霸王龙就倒了 博士也倒了 还然后 我靠怎么黑屏了 玩不起是吧博士 其实到这里游戏就已经通关了 你们知道博士为什么会输吗 因为田小斑是属爵 格局小了 那是因为霸王龙的前置太短了 不能给臭小黄点赞投币 所以才灭绝的 所以才打不赢的 所以 游戏其实还隐藏了许多的bug 这里我就不细说了 交给屏幕前的你们了 如果这期视频给你带来了一丝丝快乐的话 你们就给个三连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那个吧 大家好 我是臭小黄呀 上期我说点赞过1500 就火速更新下一集 没想到你们点的是真的快啊 那么这期不多比比好吧 我们接着上期的故事继续下去 上集说到 田小黄结束了六个外星骇客 打败了小丑怪 并把他送走了 但是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这天田小黄一行人在老破车旁边野餐 突然出现了几个人也不像人 蜜蜂也不像蜜蜂的蜜蜂怪 把小文和爷爷给抓走了 这我田小黄能忍 直接就 英雄登场 开始了拯救小文和爷爷的道路 田小黄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垃圾场 这次的敌人都是刚刚出现的蜜蜂怪 这些蜜蜂怪 比起之前小丑怪的手下 不仅血量厚了很多 就连攻击方式也变厉害了 但是田小黄也不刚示弱 甚至打出了高达147连击 打赢众多敌人后 田小黄也是终于结束了第七个外星骇客 变形怪 啊 啊这 这是变形怪吗 不管了 把变形怪晒放整个屏幕 怎么喷了个紫色涂漆啊 给我整的不自信了的哦 变形怪也是十分的厉害 打出一套连招后 还可以衔接弃光 阅招更是了不得 是发射出一条巨大的弃光 人称 破坏死光 得到变形怪后 田小黄如鱼得水 又消灭了一路的敌人 然后结束了第八个外星骇客 钻石战神 钻石战神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多地方爬不上去 就需要他 钻石战神的绝招 就是召唤钻石将自己弹起来 然后再从天鹅将把手变成钻石插入地上 召唤钻石将敌人解决 然后有了钻石战神的田小黄继续前进 来到了一个山洞 在山洞里田小黄看起了电视 哎不是怎么这山洞还有电视呢 果然 这不是一般的电视 是电视里面的 冒置是密封怪们的老大 崩后怪 原来崩后怪抓走了很多人 抓走了这么多人的原因 居然只是为了让别人看他的演出 然后只要有人说 下去 下去 就会被崩后怪抬走 看到这里的田小黄 顿时就坐不住了 更铁的心甘快点救出自己的家人 他充分发挥了每个万星骇客的特点 绝招 哎不是田小文你怎么在这啊 然后就家人心切的田小黄 居然还解锁了第九个万星骇客 水坝天 水坝天的绝招就是把水注注到地下 将水从地上喷涌而出 这招 我愿命名为 在水坝天的帮助下 田小黄也是顺利的渡过了很多个地方 除了这里 最后也是顺利来到了 风后怪的无愧现场 两人也是很好的沟通了一番 然后就打起来了 我盲猜这风后怪跟小丑怪是CP吧 都喜欢待在上面叫小弟 然后拿东西砸我 结果没两下 就被我打败了 不是 这里真不是我开啊 他半学自己就没了 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然后打败风后怪的田小黄 也是得到了众多人的赞赏 田小黄也终于家人团聚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 都看到这了 这不得点个赞 OK 点了是吧 那我们继续 打败了风后怪后 田小黄又迎来了短暂的暑假时光 但是这天 有三个人情骷髅怪找上门来 田小黄为了保护家人 又踏上了冒险 刚出家门不久的田小黄 就解锁了最后一个外星骇客 蝴蝶战士 这居然是滑翔金刚你敢信 滑翔金刚的绝招 就是先有一个他自己觉得很帅的回眸 然后飞到天上 来了一个仙女上花 把毒烟弄得满屏幕都是 然后解锁了所有外星骇客的田小黄 一路直冲 虽然这一路上他磕磕绊绊 经常掉落悬崖 遇到的敌人还越来越强 但是 这并不影响他前进 因为可以复合 最后 他来到了最终BOSS的老巢 居然是一座塔 田小黄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在田小黄经历了两天半后 他终于见到了最后的BOSS 巨型戴帽子的骷髅怪 再一看还挺像江湾博士的 然后两人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反正就开打了 这个骷髅怪就不比前两个BOSS了 微微懦懦的 那个BOSS他直接把自己的手送我脸上 反复说 打我 打我 然后打完两只手 就打他的身体 打完他的身体 就打他的头 最终 巨型戴帽子的骷髅怪也是被田小黄干掉了 田小黄也从上面掉了下来 小文也是非常的着急 田小斑 田小斑 我在这呢 你怎么还活着呢 因为骷髅怪的陨落 因此田小黄又可以过回自己舒适的暑假 田小黄的故事 依然还要 持续下去 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玩的BOSS游戏 直接打在公屏或者评论区好吧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那不妨就给田小黄个三连吧 我们下期再见 帮你个吧 嗚呼呼 大家好 我是冲小黄呀 之前我已经出过了一款只有BASIS的BAN10游戏了 那么今天 我就给你们带来一款 能让你真真真正正体验到田小斑快乐的BAN10游戏 这天田小王跟往常一样 正愉快地过着自己的暑假 至于有多愉快呢 很快到把自己的帐篷给烧了 然后这天 田小斑一行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遇到了小丑们巡回演唱会 我叫他小丑怪不过分吧 我是小丑 我是孩子王 唱得不错 下次别唱了哈 这也太难听了吧 我公子 我靠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啊 为什么大白天就开始阴谋了 还是因为我给他们带来了强大的不能量 我怎么自己也没影响了 别跑 哎呀溜了溜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追击小丑怪的任务 哇 这游戏 我们开局就有三种变身能力 有火焰人 四手霸王 轰天雷 哎就不像隔壁某个游戏 哎开局就被夺走所有变身能力 挺小黄也是没两下就收拾掉小丑怪的手下 然后挺小黄的后援团就来了 呆头打得好啊 小白干的漂亮啊 啊你们是不是只累喊666啊 然后挺小黄一路过关残将 这天他正变成火焰人在战斗打着打着 小破表突然亮了起来 还弹出来了个一元来 小破表还隐藏着这样的功能 每当成为外星骇客战斗的时候 在攻击敌人的时候就会自动存储能量 当能量到顶峰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外星骇客的绝招 比如这里 火焰人的绝招就是扔出一颗巨大的火球 非常的帅气 四手霸王的绝招只是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 跳起来向敌人打去 还有风天雷 就是把敌人摆在一起 然后变成颗球滚过去 天称 打宝敌球 然后我们打败敌人或者攻击路上的物品时 他们都会掉落升级底 可以用来提升外星骇客的实力 在田小黄刚学会点新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小丑怪就出来BB两句的 可以啊田小黄 居然能打赢我这么多手下 那不得 掰掰 真就两句呗 小丑怪走完不久后 突然 小破表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难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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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登场 小骑兵 哦 烦嘞 当时这里的小骑兵可就厉害了 可以远程攻击 甚至绝招可以把敌人变得比小骑兵还要小骑兵 最后再把他们裁扁 而且小骑兵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别的外星骇客爬不进去的洞 他就可以爬进去 这天 田小黄终于来到了小丑怪的大混音 小丑怪 今天 就是你 然后掉到下水道的田小黄 却因祸得福 解锁了第五个外星骇客 神木员 我他妈叫野魔藤 哦哦哦哦 然后野魔藤也是起到了不错的作用 他的绝招就是失传多年的 哦 王财呀 没完没了了是吧 野魔藤的绝招就是把自己弹到天上 然后使用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将敌人解决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在田小黄解锁新的外星骇客的同时 敌人 也再慢慢的变强 变多 田小黄在下水道呆了两天半后 这天他跑着跑着 小破表又解锁了新的外星骇客 就是我最喜欢的外星骇客 快闪之星 把快闪之星塞满整个屏幕 有了快闪之星的田小黄 如鱼得水 因为快闪之星实在是太胖了 甚至 叠结完敌人后 常别想通知他东西的脚 我一口都还没吃进嘴里 至不至于家 在快闪之星的帮助下 田小黄很快就遇到了小丑怪 并友好的跟他打了几声招呼 然后很快两根就干了起来 这小丑怪也是真的狗啊 一直待在上面叫小弟 还有开炮打我 这边建议使用快闪之星啊 基本打不到你 然后小丑怪放完技能的时候 就会出现三个按钮 然后我们攻击到小丑怪的按钮 就能把他打下来 对他进行人身攻击 在一阵激烈的战斗后 小丑怪最终还是被田小黄击败 才被警察署是带走了 田小黄也因为了他暑假 该有的样子 但是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 后面还有更强的敌人在等着田小黄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想看续集的话 点账过一千五 我数更新下一期好了 游戏一共是有十个外星骇客的 是真真真正的BEN10 只不过我到这里只解锁了六个 剩下的四个外星骇客 可以在弹幕上猜猜是谁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们就给这三年吧 我是臭小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